朱砂研磨成粉加入清水 用手指或藥勺来回摩擦 过滤去杂质 这透过随飞法制成的朱砂 号称可以降低朱砂的毒性 制成过程当中比较稳定 像不管是高温断槽之下 它的毒性是比较高的 圣堂中医的院长吕世民 就是宣称自己用随飞朱砂入药 才害患者中毒 卫生局调查发现 吕世民在南京的中医大学 取得博士 他学到一个秘方 就是用珍珠粉加代祖石 能够镇静安神 但要给患者时 他却发现代祖石打缺货 他想用毒性较低的水飞朱砂取代 没想到却用到正朱砂 吕世民指控 当初他想药商购买600克的正朱砂 但药商却给他签单 等于他将签单入药 才会害患者中毒 这个是以前留下来 签单跟朱砂 一个是硫化供 一个是四氧化三千 磨成粉乍看之下有点像 但其实颜色一个偏暗红 一个偏橘 朱砂常用于镇静止痛 签单则是生机止痛 用法不同 但坟墨的外形类似 价差却差了十倍 是药商把签单当成朱砂转卖 还是吕世民的推脱狡辩之词 还在调查 但不管是签单 还是朱砂入药 都已经违规 那是十几年前 就是因为八八产的事情 我们那些卫生署的时候 那时候就把它禁止用 根据钥匙法八十三条 将未要禁要贩卖调剂者 可处七年以下五千万元的罚金 盛唐九父虽然没有致人于死 但已经酿重伤 最终可以处十二年以下 七千五百万元的罚金 于是民等人已被收押禁见 是误用误卖还是中医国法 有问题就等调查结果出炉 这位杨记甄警辰台中采访报导 这位杨记甄警辞认报导